昨天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地震應該是 接近了尾聲 氣象局地震中心統計 20號9小時只有3個余震 跟前一天12個相比減少很多 因此認為918台東地震的後續余震 已經接近尾聲 接下來還會有余震 但間隔會拉長 大家可以稍稍鬆口氣 不過其他專家卻有不同看法 台大地質科學系退休教授陳文山指出 這次地震從中央山脈構造的出路段 一路往北到玉里段 卻停了不尋常 整個地震系列是往北移動 過程裡面我們有擔憂的事情 是因為北邊這邊玉 過去是極少地震就是了 過去50年來沒有發生過地震的這種區域 那是不是它會觸動這個區塊的 引發一些比較大的地震就是 除了花東縱谷 根據中央大學地震災害鏈風險評估 部級管理研究中心2020年分析 未來50年發震機率大於3成的運震構造中 花蓮米輪斷層最需要注意 機率達88% 佳南地區木基寮六甲斷層和中周構造 南投的初鄉斷層 宜蘭的南宜蘭構造 機率則在30%到40%之間 地震中心主任就表示 一直有在監測加南地區的地震活動 至於很多人關心大臺北地區的山腳斷層 如果發生大地震 可能造成臺北盆地陷落 主任則強調 目前認為百年內應該都不會錯動 不用過度擔心 TVB圈中報導 倒塌房屋前的這個十字路口 在19號晚上已經完成防止拆除的作業 稍早刨除完路面之後 可以看到現在正在進行鋪設駁游 他們希望在這個路段 中午前就可以進行通車 大型機具從花蓮市區運來定住 現場塵土飛揚 台東6.8強震過了將近42小時 終於有了新進展 從空派畫面可以看到 19號下午倒塌民展的某一層 還打橫在路中央 到處都是建材石塊 滿目瘡移 對比現在凌晨3點多 將1400平方公尺的路面上 升達2到30公分的坑洞 均列全部泡開回田 中山路二段跟民族街十字路口 漸漸恢復原狀 花蓮縣長徐正衛也到場作證視察 今晚路面搶修如火如荼進行 但居民們最擔心的是這個 第一次來水公司是 請全力來趕快來查漏水之處 所以它現在是減壓的狀況 並沒有停水 而是減壓 因為減壓之後 供應到各戶各宅的部分 就會這個水量非常的少 以至於不一定上得了電 那個水塔的部分 管線奈特地長鎮自來水公司 至少經過上百件地下水管破裂的狀況 上市松埔里已經斷水將近兩天 居民完全沒辦法洗澡 目前縣府加派三部水車 還有加水站 燈銷防蓄水車讓鄉親加緊用 部分地區早上終於傳來好消息 有了 風水來了 湘境水柱從水龍頭衝出 儘管水壓不是這麼穩定 但對居民來說已經鬆口氣 尤其是攤商們 油水就可以做生意了 對啊 比較方便 不過來就不方便 一早開店先把琉璃台清洗一波 終於能好好做生意 這起強震讓不少花蓮人餘計油存 各單位家庭搶收腳步 要讓居民們日子在最快的速度內 回到正軌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突然發生餘震 記者和校方人員趕緊跑出教室 上午來到玉璃國中 實地查看地震後的情形 實驗室裡比人還高的鐵櫃 就像骨牌接連倒塌 實驗用的器具 通通掉落在地板上 瓶子裡裝有強檢性質的液體 也灑出來 一不小心還會踩到玻璃碎片 強震過後 接連餘震已經超過60次 校方雖然在20號恢復上班上課 但校園目前依然一片狼藉 怕學生到校會有危險 因此採取線上教學 基於孩子的上學的安全的部分 有大型機具 我非常擔心孩子好奇 然後呢或者是去繞一下 然後發生意外 單單以採損的部分 我們的單單這個螢幕的部分 就不少錢了 那我昨天大概估一下 大概要兩百萬這樣子 校長表示玉璃鎮的學童大多是走路上學 但現在酌青跟高梁路段都已經均裂 小客車雖然可以通過 但校車體積較大 對現在車子沒有辦法 連我們要往我們那個地方 那個整個上都垮嘛 就剩下邊邊是小車 我們就可以過了 花蓮共有37間學校受到影響 校方希望花一天時間整理 盡快恢復實體上課 但教室辦公室亂成一團 老師除了要一邊整理 還要一邊線上教課 不管修復工作的進度如何 孩子上學安全才是最重要 站在家門外光看到歪歪斜斜的牆面 居民真的好無助 地震當下因為去市區照顧丈夫 在回家時看到這一幕 想維修誰能幫忙 想整理也不知道該從何整理器 發蓮玉里的松埔里 遇上強症 國小房子都震出狀況 已經好幾天 民眾都不敢住在家 只能在門口的院子搭帳篷 一直以來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都有資助偏鄉 20號基金會董事長張淑芬 也親自到現場勘災 馬路全扭曲變形 走在路上得小心翼翼 因為裂縫落差至少一公尺 看到這一幕 讓董事長好揪心 立刻要求正公所要清查 需要協助的到底有哪些住戶 以及需求是什麼 因為現場還是停水 只能依靠水車來協助 三天來連續好幾起地震 不僅重創市區觀光景點 其實不少偏遠部落也都遇上狀況 因為松浦這裡的納古塔 沒有開門查看都不知道 原來裡面親人的骨灰潭 也全被震碎滾在一塊 他這個後面是哪幾號你知道嗎 得要拿出名測比對 才能勉強分出原本的櫃位在哪裡 災區狀況一一傳出恐怕災後重建 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想穿梭在花蓮各鄉鎮 通過玉里大橋得要有點耐心 因為現在只能單線通車 還有接縫處正在修復 想趕路恐怕得要慢速行駛 如果遇上管制時間更會拉長 918大地震震出花蓮兩座斷橋 一座微橋 其中高寮大橋更傳出 三月份遇上地震時 就曾經封橋維修 才短短修復幾個月全變了樣 當時縣長徐鎮偉也親自到現場勘災 橋面已經均裂 護欄接縫處也都有部分震出狀況 對此縣府回應三月份檢測大樑 敦住等重要結構未損壞 橋面是被這一次的強震給震壞的 不過地檢署認為這攸關公共安全 將介入調查 本署以指派專政檢查 官收證調查 並與相關單位聯繫保全證據 以釐行責任 只是三座橋從北到南 高寮玉里輪天大橋幾乎都是附近民眾 天天會經過的主要幹道 震毀震斷 現在僅有玉里大橋邊施工邊通車 另外兩座何時要拆 何時能夠開啟重建 縣長認為中央得要協助急拆急建 更需要近二十二億的經費 十九號蘇貞昌勘災時也承諾會協助規劃 那因為這個是維繫到民生用路 以及我們這個搶災搶險的工作 所以我們還是會照著洗程來做 並不會影響華林縣政府或者是中央工程會 要來協助地方上來做附建的工程 舊橋耐不住鎮 柔長寸斷 新橋何時會來 中央縣府誰能給出時間表 恐怕是當地民眾最想知道的事 TVB新聞綜合報導 整片陸樹一排的紅磚頭 往民宅倒去殘撲不堪 底下土壤石頭都裸露在外 18號下午台東強震來襲 鄰近這樣的花蓮縣副禮鄉 首當其抽災情不斷 住宅內的水泥牆斷成三結 上方的櫃子受到重擊扭曲變形 走去住宅後院 整面水泥牆僅靠鐵皮屋 幾乎看不見縫隙 就怕民宅承受不了重擊 趕緊通知單位做加強措施 時機來到基拉哥塞部落 大部分民宅地基掏空倒塌 僅靠在隔壁住宅牆面 還好我家住家這邊是倉庫 他本來在這裡 現在整個都傾斜到那邊去了 真的是被這波強症怕到了 副理箱的受災戶不止住宅受波及 連走在馬路上也觸目驚心 整條波又陸有大裂縫 行走都很顛簸 隔壁的東里村還得外出去解水 用水管接起古今水 民眾小心翼地裝進盆子裡 東里村不止民宅受損 地震後還停水 一號沒有的 每個都要聊聊 第一次堵到 頭幾天這樣 吃到七十幾了 現在收起來還會怕 怕 還要搖 我們都在這裡 不敢出去 活了半百後遇到強症人心有餘悸 花蓮副理箱居民用樂觀態度面對 但就怕余政再來 民宅恐怕不堪符合 TVBS新聞公眾張啟雲 花蓮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